美國聯邦眾議員凱文·麥卡錫 週二獲得全票 連任共和黨眾議院領袖 這次國會選舉 沒有出現民主黨人期待的攔潮 民主黨沒有進一步擴大地盤 反而是共和黨奪回了多個席位 麥卡錫認為 共和黨之所以能夠保住並擴大席次 得利於川普總統的幫助 我看了幾個參選者 他們參選了川普總統 也能幫助他們參選 在這個程度上 我們延伸了黨 所以這個黨會變得不同? 它會變得更加深 它會增加更多 川普總統女兒白宮高級顧問 伊萬卡發推文 祝賀麥卡錫 再次全票當選眾議院共和黨領導人 這次大選中 共和黨奪回多個席次 包括加州第八選區的 捷衣奧伯諾特 第48選區的嫖銀豬 以及紐約史丹頓島 及布魯克林南席次 目前大選計票還未結束 眾議院還有十多個席位 尚未公布結果 喬治亞州有兩席參議員 要到明年1月初才會選出 新唐人記者李梅、于薇綜合報導